学声乐的男生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 我评论区的一个粉丝啊 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最理想的呀 就是找一个钢琴艺术指导专业的女朋友 也就是钢琴伴奏的女生 可见呀 一个好的钢琴伴奏有多难找 我很多声乐专业的学生啊 在录像的时候 找一个好的钢琴伴奏相当难 可能你不知道啊 弹钢琴的和钢琴伴奏 那是两回事 两个专业 钢琴伴奏这个专业啊 在业内是公认的难读 如果说你是学钢琴伴奏的 很多内行人啊 都会给你投来佩服的眼光 而且啊 钢琴伴奏在行业内是大量需要的 你想啊 钢琴演奏家他只需要一个 但是啊 各个地方那可都是需要钢琴伴奏的 我大概跟你说一下 这个专业有多难学啊 每周啊 有弹不完的作品 你要伴奏 大提琴小提琴 单簧管 长笛 sax 还有声乐 总之啊 一大堆作品 然后还需要有 把弦乐四重奏的谱子 直接缩成钢琴版本 演奏的能力 注意要不是让你拿纸 拿笔修改啊 是直接都弹出来哦 而且还需要你通晓 意大利语 德语 和声 作曲 等专业 这些啊 都是为钢琴伴奏服务的 还有很多音乐生看起来很变态的 高音中音低音 普号的练习 还要练习 即兴伴奏 你说难不难 所以啊 见到一个这样的音乐全才 那真是眼里放光啊 那到底什么样的学生 适合学习这个专业呢 如果你本科是 钢琴表演专业 或者是音乐教育专业 是非常合适的 并且的话 这也是唯一一个硕士 毕业之后 就有可能进到大学的一个专业 高老师也有学生 考上了什么大小英华啊 朱利亚 曼哈顿这些学校 如果说你从这些名校 顺利毕业 那工作肯定不愁 有你啊 接不完的活 你都没有时间看谱练习 甚至啊 你要加价 钢琴的学生们 不要再和钢琴的学生内卷了 学钢板是你们一个 很好的出路 不过